因为守戒的人会戒贪心 有一个字听起来很难听 叫偷 长这么大了谁还会偷东西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不守戒的人处处会偷 网上偷看黄色的东西 吃饭偷吃对身体不利的东西 医生说不要再吃了 却偷偷地吃 最后吃成了 不出病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师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个人过去吃惯了 丰盛的晚宴 有天不舒服 进医院一查 查出来血糖高得不得了 而且根本降不下去 在住院期间 医生不给他吃大餐 天天肚子饿的 嘴巴馋得不得了 有一天实在嘴巴馋得不行 晚上偷偷从医院逃出来 在外面大吃一顿 回去一查 血糖飙升 第二天就走掉了 这不叫偷食吗 人不但会偷看 偷听 偷听 而且会偷吃 这些都会给人造成很多的烦恼 师父还说 从一个小小的偷 偷到后来 连人都敢偷 到最后变成偷人 最后家庭矛盾激化 男的把女的杀死 或女的把男的告了 这就是不守戒的后果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赶师兄们 今年自己三六九又犯太岁 尽自己能力赶小房子 到了夏天 家里很忙 只能是抽时间念小房子 接连几次梦境都是提示加紧小房子 今天难得上午在家里休息 念了一会儿 就订好半个小时闹钟 睡一会儿 梦里母亲把煤气点着 让我烧菜 我还没有准备好菜 可是开关坏掉了 怎么也关不掉 梦里求救 旁边有几个人过来帮我 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这时候一个男的好像很专业的 过来蹲下来修理 一会儿修好了 我在梦里大哭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醒了心情一直没办法平复 一直在哭 真的好感恩 是菩萨保佑我了 赶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由于夏天比较忙 小房子念得很慢 经常自责 有一天 看了两篇白话佛法流了眼泪 很想师父 又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晚上梦见天空 有很大的彩虹 我和师兄拿着手机拍照 又看到了很多大小龟 从水里爬出来 最后带着一位很红的明星回家里 白话佛法真的加持力很大 又能消业障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晚上连着看了几篇白话佛法 摘露师父的开示法布诗 晚上又梦见 我觉得自己嗓子不舒服 似乎看见有个东西 用手从嘴里拽出来 一根很长的东西扔掉 我在梦里好高兴 大喊着 太好了 太好了 要现身说法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学佛六年 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身体的大小问题 得以平安健康 感恩观世音菩萨 在2021年的下半年 我的左脚膝盖 突然疼痛 走路困难 连睡觉都疼 在上香时 也没办法下跪 当晚上香时 我向菩萨许愿 运用五大法宝 当我第一次放声回家 念礼佛大忏悔文时 感觉到菩萨对我的慈悲 针对性地加持我左膝盖 在大腿小腿之间 从上往下来回几下 舒服无比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礼佛大忏悔文念完 小房子也稍送完 放生也放了一半 各样的许愿 差不多时 我的膝盖疼痛也好了 本来医生说 要做手术的也不用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英国有位著名的作家 叫约翰克里希 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写作写书 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勤奋 但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 因为他收到的退稿啊 你们知道有多少吗 有743封退稿 所以很多人说算了 你不要再投稿了 你不会成功的 他说不错 我正在承受人们不敢相信的 大量的失败考验 如果我现在停止了 我们所有的退稿将变得毫无意义 但我一旦成功了 每一封退稿的价值将重新的估量 克里希最后一共出版了564本书 无数的失败 让他赢得了惊人的成功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懂得 我们学博当中的难题不停地出来 我们家里不支持 学佛念不动 或者拜佛没有时间 天天怎么样 那么样 困难重重 如果你一旦放弃了 你就永远失去了佛法 记住 勇敢地坚持地 好好地 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努力 我们坚定自己的心心 天天地界定会 我们一定要刻普贪嗔痴 我们一定要懂得 天上的菩萨看着我们 天天修 天天见天天天天天的不失 天天的有智慧 相信菩萨永远有一天会来救我们的 所以这一天就是靠着你的坚持 靠着你的永恒 美国的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 我们可以接受有限的失望 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无限的希望 台长告诉大家一句话 学博中可以想不通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舍弃佛法 谢谢大家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对修心人来讲 我们到庙里拜佛 带去的水果 你都不可以随便拿走 因为你供给了菩萨 法师没有同意你拿走 你如果拿了 就叫偷盗 等于你今天送给别人的礼物 你偷偷地把礼物从人家家里拿出来 这不叫偷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